我們要介紹一個很特別的披薩 它叫 草莓披薩 好 哎呀呀 它 好好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 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雙下巴 今天我們來到了台中 沙鹿我們要介紹一個很特別的披薩 它叫 草莓披薩 哎呀呀 它 好好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 好 它 跟圖完全不符合 它 給的比較少 但是草莓比較大顆 當然還是要實際吃吃看才知道 等等會來試吃我們點了 草莓披薩 已經不 counting 這集的 上ami 好 那就 廢話不多說 來好好試吃他們這一家的草莓披薩 招牌 因為現在是冬天 草莓 盛 盛蠩 盛蠩了嘛 就是比較豐富 盛 盛多嘛 好 那就來試試看 試試看 試試看 超緊張 看是要先吃草莓還是先吃披薩還是捲起來吃 它是給草莓 然後呢上面有果糖粉 下面就是正常的非常平凡的披薩 好 那就先來吃一口 鮮肉多汁 因為它的披薩是搖烤的 所以會有一種火味 我覺得啦 就是 吃草莓比較好吃啦 其實它還是有特別 因為我吃進去的第一口是起司 然後再來就是草莓 草莓的水就烘出來 我覺得能再吃一口 草莓的香味很濃郁 其實我披薩的比起不喜歡吃那種麵包皮 然後很厚的那種 就覺得太厚就覺得很難吃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吃薄一點跟脆的 招牌總會 它裡面有蝦子 然後 花椰菜 還有玉米啊 喔 蟹肉飯啊 很總會喔 吃一個 它還有番茄耶 它料給很多 它上面撒的是起司粉 我就喜歡它是薄的 薄的薄的 然後會讓比較 烤嚼啦 那是那種麵包皮的之後 嚼很久啊 嘴巴很痠啊 它是比較薄 它入口即化 它的雞肉 欸 它有雞肉耶 雞肉佔比較多部分 然後還有起司 蝦子 剝好著 再來吃它的 傳統後腿 豬肉 牛 啄 啄 代表是有一種歐洲風的感覺出來 拔一塊 滿滿的肉耶 然後有菜 是 蔥跟 香菜 香菜太多了 我不喜歡吃香菜 它這個是雞肉嗎 是後味喔 是後腿 然後 餅皮 都是一樣的 這個 太多香菜 我沒有很喜歡 它這份是230塊 我覺得啊 尚 尚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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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是介 介紹完這個 披薩 欸 忘記講它的店名 它叫 Angelo 披薩 Angelo Angela Angela 披薩 Angelo Angelo 披薩 手工 柴燒 用柴燒 用柴燒的 柴燒 柴燒 摇烤 披薩 Angelo 披薩 它是一台發財車 它會在不同的地方 會開著發財車去 繞 那如果想知道它會在哪裡 那請詳細 去追蹤它們的粉絲專頁 那它們的粉絲專頁的網址 我們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喔 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沒有人會把草莓放在披薩方面 我覺得是 有創意創新嘛 這是世界就是要同款創新嘛 很棒啦 訂閱分享還有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任何一支影片的通知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ня